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引發的 糧食資助行動方案 週日公布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說 中國糧食需求成長 資源環境約束卻日益趨緊 且全球疫情持續蔓延 氣候變化影響日益加劇 保障糧食供應鏈穩定難度加大 方案全面提到了餐廳 學校親飲 公務用餐 乃至家庭與個人的食品浪費問題 不僅要求餐飲行業主動提供小份菜小份飯 更要求媒體和消費者 舉報餐飲服務經營者浪費行為 有評論人士認為 中共由去年開始提出的節約糧食 現在又推出糧食節約行動方案 和中共近日聲稱今年糧食豐收 儲備充足的說辭明顯不符 表明中國的缺糧問題或已經逼在微節